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空白 那是一副怎样的容颜呢 几副七双赛雪 倾国倾城 风华绝代账的词语 根本不足以描述初见那刹那它留给我的深刻 倒不是说咱们传统汉语不够丰富 只恨我自己语文课时候用来偷偷看那些被人奉为班花的同班同学了 干脆没学好语文 以至于在这时候我甚至都想不出一句恰当语言来形容它的美 只能在暗自后悔着 那个我暗脸十多年 也偷偷给人家买了十多年的早餐 结果最后却被高夫帅用一顿西餐骗走的班花与眼前女子比起来 简直就跟土鸡与凤凰之间较量 它的美容颜占三分气质占七分 虽然身披甲舟 但是轻轻往那一站 那种傲然脱促的清冷气质便犹如空骨绝响一般缭绕在我的心中 在我心里狠狠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烙音 如果真要让我说这一刻心中感受的话 我只能用一句听起来无比酸爽 口血淋漓的话来形容 它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 不及我第一次初见它时的刹那心动 它或许就是我早已经埋葬在岁月封尘里那个最初的梦了 是的 我爱上了它 也许到这一生终结 我再也不可能忘记它那双犹如寒星一般的毛子 可能这么说很狗血 也很无耻下流 用现在很多女人的话来说呢 所谓的一见钟情 不过就是对方身体上某一个部位 刺激你的雄性荷尔蒙了 与感情挂钩 简直亵渎爱这个神圣字眼 说到底 就是雄性身口的交配本能在支配个人行动而已 但是这真的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从前也一直不太相信 一件钟情仗的万分狗血的事情 可情之一字没有真正体会 谁又能知道各种致命与不可抵抗的用火呢 最起码我无法拒绝自己的内心 或许是因为我自己目光太过直白 听听而立的女子有了一刹那不自然 原本看起来有些过分的苍白 甚至苍白的让我有些心疼的脸上 竟然泛起一层浅浅的红韵 连忙把摘的黑色丝巾 然后又挂上 莫了还不忘狠狠瞪我一眼 看够了没有 再看把念钟子挖出来 我一下就惊醒了 脑门子上也不禁泛起一层细细蜜蜜的汗珠 这果然是塞在头上一把刀啊 光顾着欣赏对方的容颜了 结果却忘记对方的手段了 这位生前可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主啊 前世的壁画上有好几幅记载的 都是他为了给袍泽报仇 举刀屠杀战俘的画面 且不说他生前之事 光是如今也足够吓人了 上了我身之后横扫那些阴兵 在我在店里时候 面对笑面施勾勾手指 让对方立马劈颠劈颠跟着走 往着古墓里一坐 顿时让震欢塔中上万银魂 不敢踏足半步 综合这一切都说明 我似乎惹不起眼前这个女子 为了我的眼珠子不被他抠出来 我只能不舍得收回目光了 不过心里还是多多少少的 有些可惜 那么一张好看的脸 为什么老是用黑纱挡上呢 古代女子的思维模式果然很奇特啊 这要是搁在现在姑娘身上 有这么好的基因 一个个还不得天天跑大街上 炫耀自己的美丽啊 有脸的露脸 没脸的露腿 没脸没腿的 别担心 这个狼多肉少的年代 总是不愁嫁的 所以就使劲了造吧 我收回自己目光之后 花木兰那双犹如寒星的毛子 这才微微眯了一些 似乎是笑了 别有一番风情 看了我一眼就说 你这人也真是的 如果不是我让你来这里的话 你恐怕早已经死了 你倒好 对自己身上的事情 漠不关心的 一心贪图美色 这懒模样 就是以前一模一样了 这么多年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呢 这么多年了 我一点没变 我今年才二十岁好不好 我被花木兰说得满脑子污水 叮她的口气 似乎以前我和她认识 而且还是很熟悉的那种老朋友 可是 我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到底什么时候见过她 不过花木兰也只是 仅仅那么顺嘴一提 然后再没有多说什么 又一次坐回到自己的铺团上 拍拍自己身边地方 让我坐过去 这种事 我怎么会拒绝呢 当下我劈电劈电过去了 你也别笑话我 每个男人心中 总会有一个让自己 无法抗拒的女神的 自从见到花木兰之后 我心中的女神 已经从苍老式 直接变成她了 女神招手 我能拒绝吗 当时挨了上去 离她很近 这鼻息之间 尽是芬芳气味 让我心中不禁感慨了 他妈女神就是女神 变成鬼 身上都这么香 似乎是感觉到了 我心中的卧猪念头 花木兰扭头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不过这回 倒是没再提 什么瓦眼珠子的事情 犹豫了一下 她有些怅然地 叹了口气 就问我 你难道不好奇 实际上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我就不好意思挠挠挠头 好奇呀 这个本来就是 我冒着九死一生 这危险 进行了大山的目的 只不过 见到你之后 我忘了 你 花木兰瞪了我一眼 浩瀚的柳妹眉尖 当时挑了起来 到桌子吓了我一大跳 还以为 是我说话有些暧昧 所以她要赠我了 不过最后 她不知道想到什么 终究还是没有动手 苦笑了一声 叹了口气说 唉 罢了 我看呢 你是改不了 你这背懒模样了 说完 她跟我详细说起了 我身上的事情 这件事情 还是要从 十觉凶坟上说起 事情果然如我所料的 花木兰的墓 也是十觉凶坟里的一座 根据她所说的 十觉凶坟的主墓里 供养的东西 和我有一定因果 一直想干掉我 只不过 她作为主墓里 供养的东西 十觉凶坟一天不被破坏 她就根本没法出去 说白了 十觉凶坟 能让主墓的东西 一直强大下去 但同时 也一直是 禁过她的囚牢 最终形成一种 微妙的平衡 所以 这十觉凶坟 存在很多年 一直没有为祸养间 直到几个月之前 一伙盗墓贼 发现了 这七岭大山古墓群 就看其中一座古墓 一下盗走 好几千件文物 同时 还把消息走漏了 一下子 让那个秦岭大山 十觉凶坟 变成了众矢之地 引来无数人 在秦岭大山里盗墓 十觉凶坟 是一座 接着一座被破坏 一下打破这种平衡 十觉凶坟被破坏 再也困不住 竹墓里那个东西了 根据花木兰的估计 竹墓里的东西 应该是在 7月31号 会彻底挣脱 十觉凶坟的束缚 那时候还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肯定就是去要我的命 为了防止我们的东西所害 花木兰只得想办法救我 可是他不知道 我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 恰逢卖给我摆壁刀 那个盗墓贼和他的兄弟 进了花木兰的墓 花木兰一喊这两人进来 顿时心生一尽 故意让兄弟俩把百壁刀带走 只不过这兄弟俩呢 有一个手剑 竟然想开关 动花木兰的尸身 结果被血儒 一口咬在脖子上面 最后只剩下 卖我百壁刀那个盗墓贼 抱着被血儒咬的 那个倒霉蛋 一流烟的就跑了 花木兰说 百壁刀和我有缘 流传出去 肯定是最后落在我的手中 如果让盗墓贼 拿百壁刀拿走的话 那么他就能找到我了 然后 只要在七月三十一号 主坟里那东西 出去找我的时候 他把我带进尸觉凶坟 这样 我不就能和主坟那东西 错开了吗 直接给他主坟的东西 玩意出灯下黑 估计 那玩意也不会想到 他要找的人 其实就在他的老巢里面 谁知 就在那盗墓贼 刚刚带走百壁刀的时候 主坟里那个东西 也知道百壁刀被盗了 也知道百壁刀 最后会落进我的手中 于是就派笑敏师追踪过去 只要找到百壁刀的得主 就直接干掉 也就是说 一把百壁刀 引出两方人马 花木兰一方 那主坟里的东西是一方 只不过 花木兰是要救我 而那笑敏师呢 是要害我的 接下来的事情 根本不用我多说了 我很倒霉的 就收到百壁刀 一下子成为花木兰 和笑敏师的目标 至于那天晚上 爬在我背上 那个国教老太太 花木兰说 那完全就是 我在路上遇到的 公婚野鬼 那时候 夜尽天明 为了避免被天底洋气所伤到 他没时间去收拾那个鬼老太 只能带着笑敏师匆匆离开了 主要是因为 那个鬼老太没什么道行 一时半会儿也要不了我的命 他相信我能解决 听他说完这一切 我虽然对事情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但随之而来的 有了更多的疑问 于是就向花木兰提出我的疑问 第一 主坟里那个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整死我 第二 为什么花木兰和主坟那个东西 一口咬定我和百壁刀有缘 只要百壁刀流出之后 最后肯定会落入我的手中 第三 花木兰为什么要救我 按说 他和主坟里那个东西 同为石绝匆坟里的存在 本应该是一家人才对 干嘛他胳膊肘往外拐呢 第四就是 石绝匆坟 到底是什么存在弄出来的 它的目的 到底又是什么呢 花木兰听我的问题说完之后 摇里摇头 轻声说道 石绝匆坟是谁弄出来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在我下当的时候 这里确实是一条龙脉 这条龙脉 是后来被钉死 变成怨龙地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阴谋 骗着我们这些人 把这里当成龙脉下葬 然后再钉死龙脉 让我们被动地 成为石绝匆坟外围的 石座大镇 说到这里 花木兰有些歉意地 看了我一眼 说 至于其他的问题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对你没什么好处 我一听这个 顿时就无语了 虽然我知道一个大概 但根本不及深挖 因为事情的本源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仍旧是两眼一抹黑呀 不过 我看花木兰的样子也知道 自己追问是没用的 于是只能突然就几次了 那你能告诉我 主坟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吗 它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它现在 很厉害 花木兰 轻轻叹了口气 沉默了一下 这才说到 不过 他生前身份 我倒可以告诉你 他生前 其实就是 柔然人的二王子 多伦 柔然王子 我一愣 归是神差的就想到 前世壁画上 那个追求花木兰的柔然人 那个柔然人出征之时 大仗为金顶 显然也是柔然人的黄祖 难不成 主坟里那个东西 就是当初追求花木兰的 那个柔然黄祖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谢谢大家